以他案来做分办的动作呢 好 现在绿营立委就质疑了 会不会有串供的可能性 又我们来看一下呢 几次 好 这个吴门忠来帮吴敦义澄清的时机点 太过巧合了 怎么说呢 我们带你来分析整理一下 像是7月10号呢 就在周刊爆料的前一天 当时呢 吴敦义也坦承了 的确为陈采梅的孩子来证婚 好 过两天呢 没有想到吴门忠就亲自call in 到这轮节目上面 还澄清吴敦义 根本就是个不沾锅 那么几次看起来 似乎都来帮吴敦义讲话 那么7月18号周刊再度爆料 当时蔡令仪有打电话给吴门忠 好 当时的情况呢 吴敦义是否认的 没有想到当天晚上 吴门忠再次打电话进call in节目 而且这一回还大动作很意外的 坦诚自己的确收了 一千万元的牵线费 不过呢 他也否认跟蔡令仪通过电话 好 几次的时间点 让大家质疑是不是太过巧合了 尤其我们来看一下串供的一点之二 这个阿娇姐说 2004年认识吴门忠 一年联络一到两次 2008年都已经断了联络 不过呢 怎么会在整件事情爆发之后 最近发现两个人其实常常通电话 而且热线相当的密切 为什么会那么常通电话呢 现在民进党立委就执意了 会不会有串供的可能性 希望特征组赶快来调查 民进党立委赵天宁连日踢爆 副总统吴敦义家族金流不单纯 时间点这么巧 和吴门忠两度一前一后 在媒体前自清 设计一个诉讼检察官 要约他去调查 去问话 他希望我打给检察官 我说司法独立的事 我绝对不可能去赶你 所以后来就 交情就比较淡 我怎么知道这是几十年前 我去跟吴门忠 他们女儿童子政婚的亲家母 我这人会知道啦 我之前也不告诉吴总统致命 就跟他兵女 所以你从来也没有说 透过你然后去跟副总统吴敦义 那边有什么牵扯 吴门忠昨天也改口供了 他说他这个一毛都没有捐给吴敦义 那我必须要告诉特征组 这就是在串供 这就是在调整他们的相关的供词 敏感时经划清界限 但吴门忠曾经是吴敦义的装脚 阿娇又是吴敦义的小姨子 加上阿娇和吴门忠都坦诚 事发之后常常通电话 赵天龄也怀疑 说辞难道没有串通可能 吴敦义的说法 阿娇你愿意承担吗 他说一毛都没有拿 阿娇你能够承担得起到最后 相关的证据公布之后 大家对你的质疑说 那你拿的钱到哪里去了 之间光是帐航的部分 都还没有带来清楚 跟吴门忠的关系 也不是三言两语 就可以清楚地撇清 所以我想他要不要说那是他的事情 特征组不要查 是我要监督标准的对象 立委指正立立 南保三方早就串供完成 呼吁特征组别置身事外 让重要的关系人都以为 只要打着不熟不认识 就能够轻松过关 3015黄宝童周建威台北报道 好我们再来关心 让大家都觉得相当的感慨 这是一人大饼 因为肺炎引发了多重器官衰竭 就在这个月的20号病逝了 那么享年37岁 让他的家人好朋友都很舍不得 那么其中为了要完成哥哥的遗愿 小饼更哽咽地表示 自己就抱着大饼的滚灰坛 在大陆游玩 要完成哥哥未完成的行人 身穿蓝色点点泼泼裙 头戴短颊法 上面还别了一个 可爱的粉色蝴蝶结 他就是一人大饼 在台湾演出的最后一出舞台剧 高中的表情到位的表演 是逗得台下观众哈哈大笑 但谁也没想到 大饼最后竟然会因为肺炎 引发多重器官衰竭 7月20号病逝于北京医院 所以我提着他的骨灰 我们去三几屯喝一杯 然后去西单逛街买衣服 好像他还在我身边 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在做这件事情 完成了他心中最后的 最想要做的事情 讲到激动处 小饼还是忍不住哽咽 因为大饼为了摆脱过去吸毒形象 一直很努力在大陆发展事业 甚至两个月就当上制作人 没想到却因为轻乎感冒 让他病情急断之下 我去他医院看他的时候 他起来第一件事情跟我讲的就是说 我一定要活着跟你回台湾 他有跟小饼说到 他最担心就是说 如果要回台湾养病 那他其实最担心就是 回了台湾 有没有工作 大饼一直到最后一刻 都还是惦记着整个家计 坚持到已经连续发烧好几天 才决定挂急诊就医 虽然状况一度好转 但最后却还是敌不过感染 回到台湾的心愿 成了最大的遗愿 现在小饼也全心准备哥哥30号的告别式 要用大饼最喜欢的淡蓝色 还有基督教最常用的黑白两色 布置会场 希望大饼一路好走 三天新闻综合报道 好我们再来关心林木一朗 闪电投校洋鸡队 而且首场比赛 还是对上了前东家 并且4比1赢了球 穿上洋鸡条为一 林木一朗转队后 首次面对的就是老东家西雅图水手队 一上场先脱帽 向全场球迷来个日式的 深深一鞠躬 虽然做人很客气 不过林木一朗洋鸡处女秀 毫不马虎 对上前东家投手 米尔伍德首次打击就敲出安打 不过只有安打 怎么能够满足一区路 说时迟那时快 一浪成功倒向二壘 演出安打 加上倒壘的精彩戏码 让球迷全都疯了 而有一浪阵守右腕野 更是让杨基吃了顶心丸 中场就以4比1击败水手队 一七楼转队出体验 赢了李子也赢了面子 宣告林木一朗 杨基时代正式来临 赢新闻传报道 好 今天的三立特派员黄炸鸡 非常的勇敢 要带你体验一下 怎么当养蜂人 蜂蜜花粉蜂王乳 极限特派员 今天来到三支的养蜂场 可是通通没福气享用 因为今天我们的养蜂达人 居然是要抓蜜蜂来盯我 大家别误会 养蜂达人不是天生这么呛 早期蜂農为了发展观光农业 让几十万只蜜蜂布满全身 吸引目光 在地特派员也来挑战看看 但是蜜蜂装不是人人可以穿 万一过敏被钉可是会心悸晕 你要放轻松 这是要尝试你对蜂毒的反应 是 变好了 不会很痛的 不会吧 蜂蜂尾端熬刺往我手臂一叮 毒脑毫不留情 释放胺基酸毒素 让我又麻又痛 看得养蜂达人很心软 这是你 我把它扣开来看看 这是你 哇 你可以尝尝看 哇 嗯 很香耶 为了这个安全嘛 那我现在已经盯过一个礼拜 目前看起来没有过敏 看起来不错 所以我可以来挑战吗 可以可以 行 那第一步我要先怎样 第一步哦 先把沙腾掉了 哇塞 果然要就来猛的 而话不说赤裸上身 挑战开始 一条一条蜜蜂往我脚上倒 它们突破防线爬到我上半身 一只只毛毛腿让我又刺又痒 哥 我现在身上已经有多少只啊 大概有三十万只的蜜蜂 是 我比较有魅力 所以就不在我身上 也不是这样 因为我把你在身上绑了两只蜂王 三十万蜜蜂大军 飞风扑火朝我黏过来 人家吃的是蚂蚁上树 我的蜜蜂上身 靠的是养蜂达人 在我身上绑着蜂王 工蜂们当然就乖乖被我收服 只不过请神容易 众神难 蜜蜂一该怎么脱下来 他们就经济出去这样走 好 不要踩下去哦 啊 用力一甩触怒了蜜蜂大军 我的腰汗背被狠狠盯了两大包 虽然做足了准备还是有风险 三地特派员有练过 观众们可就别乱学 蜜蜂一挑战 成功 还有橡皮筋也可以切西瓜 我们带你一块来看看 准备一颗大西瓜 还有满桌橡皮筋 英国网络名人 慢动作难开 又推出新作品 一条 两条 三条 用橡皮筋套在西瓜的中央 经过二十分钟 橡皮筋变成粗麻绳 而大西瓜则被压挤成长葫芦 张大眼睛屏住呼吸 下一幕你绝对不能错过 没看清楚吗 放慢动作再来一次 五百多条橡皮筋同时向内缩挤 西瓜承受不住压力开始变形 先从上方裂开 接着整颗爆炸 变成一团线球的橡皮筋 往旁边弹开 更神奇的是 中间切口又直又平整 不止试了一次 事实上西瓜爆破前 通常都会发出碎裂的声音 接着才会瞬间炸开 透过每秒一千六百格的快速摄影 录制成慢动作影片 惊人效果就像是在拍电影 也难怪一放上网路 短短几天就有将近百万人次点阅 三新闻张俊报导